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不说可能也问题不大 在后面的过程当中大家会感觉到这些内容 但是呢我们很多同学 不要说连服务器可能连计算机可能都不是太熟悉 那这个时候呢一些很简单的一些东西 大家可能如果我们不讲一下 它很难理解为什么是这样 所以呢我们把我们在工作和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节课我们先来学习一下 Linux的注意事项 那第一个内容呢 我们说Linux严格区分大小型 这个跟Windows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Windows当中 我们不管执行小写命令 第二还是大写命令 它的作用是显示目下内容 就跟Linux当中的LS是一个作用 它都是可以正确运行的 但是呢在我们的Linux系统当中 在我们的Linux系统当中 我们的命令全都是小写 也就是说你如果打错了 打成大写 它会报错 很棒的 命令没有找到 所以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提示 对 所以我们说Linux是严格区分大小型 而且不光命令区分大小型 文件名称也同样区分大小型 比如说我们这里在入团目录下 默认有这样三个安装预置 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那如果我要打错了 我把它打成小写或者大写命令 AN我们都知道有小写AN开头的命令 这个时候NTAP件它是没有反应的 它是不会出来的 因为它认为找不到 这种大写AN开头的命令 对 TAP件我们后面也会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可以做一个命令的补权 如果在这个目录下面有AN开头文件 就自动把它补权了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功能 也就是说如果我写成小写按TAP件 它就会帮我自动把它补权 因为在这个目录下能找到这样类似的文件 那也就是说Linux是区分大小写的 是严格区分大小写的 而且不管是这个文件命名 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命令 甚至是我们下一讲讲到Linux命令 每个命令有很多不同的选项 选项也是严格区分大小写的 甚至包括我们平时用到的像Linux里面有个用户 这个用户名也区分 包括甚至配置文件里面的设置 这个选项也是严格区分大小写的 对所以大家可能在这里就要注意 看清楚我们在书稿里 或者是在这个幻灯片里 我们写的命令是小写还是大写 其实大家可以在这里直接记住 我们说Linux的命令是没有大写的应用的 它全是小写 但是我们后面可能会讲一些文件量 等等这些内容 这个时候我们习惯性的把它作为大型 习惯性的 那我们到后面再说 这里先知道这一点 对这是和Windows系统非常不同的一点 对 Windows包括刚才沈昌老师演示的 像倒数命令不区分大小写 包括文件命名也是不区分的 对 所以大家不要把一些在初学的时候 把一些Windows的使用习惯 把它带到Linux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对 那么这是我们初学者要特别注意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在Linux系统里面 所有的内容都是以文件的形式保存的 尤其特别的是设备 就是硬件的 那么在Linux系统里面 我们前面在讲安装的时候 大家已经了解过 有一个目录叫-dev 就是device的 所有的设备硬件 那么它都保存在这个目录下面 对 我们前面接触过这个像硬盘 沈昌老师讲这个分区的时候 这个硬盘名 假设叫SDA 它是放在-dev下面的SDA 它是一个文件 对 你对这个硬盘的 这个进分区的过程里面 只要用命令操作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对 其实不光是硬盘 我们可以这么说 Linux当中 如果你要想这个内容永久生效 它归根结底都要写入文件 不管是IP地址 网关 用户 等等这样的信息 它最终其实都写入了文件 所以我们说 Linux当中 所有的内容都是文件 对 如果你没有写入文件 那只仅写入了内存当中 那是临时生效 一旦重启就不再起作用了 那这也就是说 这一点跟我们的Windows 确实不一样 Windows当中硬件就是硬件 是通过设备管理器来管理印象 对吧 但是我们的Linux当中 所有的东西都是文件 包括印象 我们是通过管理和操作文件 来操作对应的印象 这是Linux当中一个非常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 所以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后面我们用的最多的 就是刚才沈超老师所提及的 不管是你改网络的设置 你改环境变量 还是改一些服务配置的文件 那么很多时候 必须都写到配置文件里面 否则的话 牛命令行的更改 都是临时生效的 对 它是临时生效 好了 这是第二点 我们说Linux所有内容 都是由文件进去保存 包括系统文件 那我们来看第三点 第三点是说 Linux其实是没有扩展名这个概念的 它是没有扩展名这个概念的 那这个沈超老师 是不是Linux里面 咱们所有文件 都是没有扩展名 就是一个文件名 叫比如说ABCD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绝大多数的配置文件当中 比如说我们看看并下 并下我们说 这里面是放到我们的Linux 可以常用的系统内 对 Binary 二进制的可执行文件 这里面大家会看到 这些其实都是可执行文件 绿色的 包括这些蓝色的这种快捷方式 就是软链接 也都是 但是它们并没有一个 ABCD的扩展名阶里 只要是在有一些 UNIX的操作系统里面 其实并没有像Linux 这么清晰的颜色标记的话 那就看起来 大家都真是无法区分 甚至都看不出来 这是一个文件还是一个目录 对 在Linux里面都看不出来 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其实Windows当中 如果你不显示扩展名 你看到了这个文件 它也只显示文件 但是那是因为Windows 把这个扩展名阶藏起来了 在我们的Windows当中 绝大多数的文件 都是有扩展名的 只有极特殊的一些 这个老式的一些文件 比如说SUM HOST这些文件 是没有扩展名的 绝大多数都有 对 绝大多数都有 因为如果没有 像比如说 像刚才沈昌老师提的 HOST这种Linux 这种Windows系统里面的 一个 配准 那么它没有扩展名 会有什么问题 在Windows里面 你在双击打开它的时候 它会询问你 你要使用什么样的程序 来打开这个Windows 没有后对名 识别不出来的文件 然后你要双击打 它会选 也是选记事本 还是选写字版 就会变成这种情况 所以在Windows里面 我们一般 会很少出现这种 没有后对名文件 大家注意 其实这里 并没有隐藏它的文件扩展名 我们的Linux当中 所有的文件都是这样 它确实是没有扩展名 换句话说 其实Windows Linux一开始的时候 是没有扩展名这个概念 它跟Windows不一样 我们的Windows最早的时候 都应该遵守8.3规则 8.3规则指的是 你的文件名不应该超过8位 而且应该包括 3的 就是三位数的扩展名文件 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 这个.ppd 这个.ppd 点doc 大家比较熟悉的 点exe 对吧 当然 我们现在的Windows当中 也已经突破了这种限制 比如说 8.3规则 一般都是接触电脑 比较久的老家伙 像我和沈超老师这样的 才知道的 对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文件 其实已经很长了 早就突破了8位 而且我们现在的 Windows的扩展名 也有什么docx 我们的Windows2007 新版的 以后都是 都会突破三个扩展名 但是我们说 在Windows当中 是这样的 我们是通过扩展名 来区分文件类型 一般情况下 我们可以认为 每一种软件 都有它自己的扩展名 比如我们说了 PowerPoint的 换天片 就叫ppd .tsd 就是文本文档 .esd 就是执行文件 对吧 对 而且它图形界面 还有个好处 它有 这个文件的图标 可以便于区分 对 对 这还有图标 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但是呢 Linux其实是 没有这样的概念 也就是说 其实Linux不是靠 扩展名区分文件 那靠什么 靠的是文件权限 那权限 我们后面来讲 那其实这里 大家就知道 我们没有扩展名这个概念 没有扩展名这个概念 那 难道我们 所有的Linux的 配置文件当中 或者说Linux的文件当中 都不写快点名吗 可能还真不是这样 我们有一些习惯性的用法 比如说 压缩文件 我们通过.jz 这样的快点名 来区分压缩类型 比如说 二进制包 我们安装的二进制包文件 我们通过.rpm 来区分 这是软件包 我们在.html .php当中 区分 这是我们的网线文件 通过.sh 区分 这是我们写的 shire脚本 通过.cof 告诉我们 这是系统的配置文件 但是大家小心 这些扩展名 它都是为了帮助管理员 更直观的来管理这些文件 也就是说 Linux本身 其实不需要一定写这样的扩展名 我不写 系统是可以知道 它是什么样的文件类型 不写照常能用 但是不好区分 但是这些扩展名是给管理员看的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其实就是为了使用方便 如果大家可以想象 我下载了一个压缩包 这个压缩包没有任何快点名 什么都没写 光写了一个压缩包名 a.aabb 好了 我就得猜 Linux当中能识别的压缩格式 比Windows还要多 有十几种压缩格式 那我可能就得挨着个 把十几个命令全都试一遍 当然 Linux是有命令 可以区分文件类型的 但是那个不直观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写清楚了 它的压缩包的压缩包名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换句话说 扩展的其实还是为了我们便于使用而做到 但是我们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扩展名 就是我写到了这里 这些扩展名 对 有很多特定类型的文件 也都是有扩展名的 包括像 还有像图片 视频 包括这里面我们提到像程序文件 包括PHP的 HML的 或者是吸引颜的也都是有一个这样的默认的扩展 对 但是它不是绝对 就比如说配置文件 绝大多数的配置文件都是1.sonf结尾 叫config 对 我们说 我们在系统当中 etc下保存的都是常见的配置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它不是绝对的 我们有些配置文件 比如说mysl的配置文件 它就不是1.sonf结尾 它是1.cnf结尾 其实还是config的缩写 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所以我们说 其实归根结底 Linux不靠扩展的群文件里起 系统本身 它可以不写扩展名 那扩展名都是为了给管理员便于这个管理 来你定义 这样做有好处 什么好处 说明我们windows当中 所有的这些文件 都不可能放在Linux当中直接使用 当然文本文档可以 文本文档ppd这样可以 我指的主要是eSE的这种执行文件 大家可以想象 WindowsLinux当中就没有eSE这么一说 我们Windows当中所有的执行程序 都是.eSE的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 比如说.msi 这样的程序 这些程序传给Linux当中 Linux根本不认识这些东西 它根本不可能运行 就典型的像病毒和木马 如果病毒和木马没有执行权限 这玩意就携菜了 对 带来的好处就是 Windows当中大量的病毒和木马 都不能感染我们Linux 对吧 但是也有一点坏处 坏处就是 所有软件都要针对Linux来做单独开发 而不能直接拿过来就用 当然好像不是绝对的 是吧丁哥 对也不是绝对的 比如说典型的像压缩包 这种.zip的 Windows和Linux都可以 没有障碍的都互相能够进行传递 使用 包括程序文件 也是这样 包括图片视频 这种类型的文件 这个是没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的 好 那我们这一点就说到这 Linux不靠扩展明区的应该类型 那第四点指的是 Linux的所有存储设备 都必须挂载之后 才能使用 都必须挂载 这很特别的一个概念 那可能沈昌老师在前面 也提到过挂载这个概念 对 因为之前使用Windows的同学 可能对挂载这个词很陌生 对 那么这个主要指的是什么 我们说挂载 咱们前面讲分区的时候 其实说过 它主要指的是 把硬件或者说设备的设备文件名称 我们说所有的硬件都有文件名 那这个硬件的设备文件名 我们就称作设备文件名 设备的文件名 然后它会有它自己的挂载点 挂载点我们说 你可以当成盘复来理解 把设备文件名和挂载点连起来的过程 我们就叫做挂载 对吧 这个事情我们 这个Windows有没有挂载的一个概念 其实我们说 在Windows当中 咱们给分区 U盘光盘 分配盘复的过程 其实大家就可以认为 就是挂载 只是 Windows不管是硬盘 还是光盘 还是U盘 移动硬盘 它都是自动的 只要插入能识别 盘复就自动给它了 所以Windows更轻轻化 但是Linux不是 Linux是 我们的分区 硬盘 是自动挂载的 但是我们的U盘 软盘 移动硬盘 光盘 这些设备 我们插入之后 都必须手工来给它进行挂载 大家就可以理解为 手工给它分配盘复 其实是一样的 跟Windows是一样的 只是Windows是自动的 包括Windows 我们要是插个U盘 移动硬盘之类的 我们在拔下来之前 大多数人还是喜欢要卸载一下 对 所以我们的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把在Linux当中 我们把分配盘复的过程 称作化裁 只是这 不过大家小心 我们现在的Linux的图形界面 也做的非常人性化 那也就是说 在图形界面的当中 大家会发现 放入光盘 放入U盘 它会自动的 但是话说后来 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绝大绝大多数的Linux服务器 是不会安装图形界面的 对 那么前面我们也提到过 为什么Linux服务器 会不使用Linux界面 那么所以说 可能我们再插入到一些 像移动存储的设备等等 也是需要手工挂载的 没错 所以我们在服务器上 可能就是 或者说我们自负界面当中 就必须手工来做 这就没办法了 那么关于挂载 我们后面还会有相应的内容 来给大家讲解具体的命令 但是大家首先 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最后一个 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建议 就是Linux下面的程序 是不能直接在Linux里面 安装和运行的 对 可能大家以前使用Linux 已经比较习惯了 有一些Linux上面用的 自己比较喜欢的软件 那么在玩Linux的过程里面 直接拿一碗烤过来 就想安装 这事儿 那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这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系统 对 比如说你Linux里面 可能软件安装包 安装文件叫 Siteup.exe 这玩意一双击 在Linux里面 实际上是无法执行的 没有作用的 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 顾客扩展 连区非是相应的 Linux根本就不认识这个扩展 它怎么可能执行 对吧 所以说这是不同的操作系统 那么大家也要注意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Windows的程序 或者是一些软件 能不能让它跑在Linux系统里面 对 如果我们非要让Windows的程序 跑在Linux当中 他和我们其实当时原先 我们刚才说Linux的时候 也是这样 觉得很不熟悉 很不痛快 我为了玩QQ 那怎么办 我在Linux当中 装一个Windows的模拟器 然后在这个模拟器里 再去装Windows的QQ的程序 当时实在太淡头了 这完全是多次与举 这种叫做化蛇天足 对吧 还好现在已经有Linux版QQ了 对 但是现在如果我们也是这样 如果非要在Linux当中 运行Windows的程序 我们也可以在相应的 模拟器或者相应的 这种虚拟器当中去执行 但是这个我们说第一 并不稳定 第二我们也并不推进 这个模拟器 其实在Linux里面有自带 而且有很多款 这样的模拟器产品 以前我们闲着没事的时候 也曾经在Linux装个模拟器 甚至有网上 有人用模拟器 在Linux里面 还可以玩当年 我们很流行的 像星际争霸 红颈 这样的游戏 其实都是可以跑在Linux里面 但是反过来讲 Windows的软件或者是游戏 或者是其他的程序 你是可以通过模拟器 在Linux里面运行 但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 第一个不是所有的都可以 第二个我们也不推荐 因为它可能并不稳定 那么其实你通过模拟器来实现 也并不是很大 其实说白了就是 你真要非要玩Windows的程序 你就在Windows上 玩就完了 干嘛非要放到Linux服务器上 就好像腾讯的QQ 为什么它的腾讯 Linux版的QQ的功能 大家会发现 比Windows要差很多 差很多 对 因为很少有人用Linux玩QQ 对 所以腾讯并不关注 这部分的用户 没错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这节课 这个呢做了一些我们的学员管理的这个Linux上的一些建议 其实啊这里我们主要想告诉大家 我们可能不能完全把Windows的思维直接套入Linux操作当中 它到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操作系统 所以呢我们总结出来这样一些点 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这是一个独立的操作系统 它其实是和Windows当中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地方的 那好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 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其说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